市府交通局考量到學校 交通產障以及大型的商業設施父親 行人穿越量較一般入口來得龐大 在新前就已經示範專用 或者是採取行人綠燈提早5到10秒早開的措施 目前決定要擴大設定 其實在針對一個哈斯巴入口的時候 我們旁邊在去年 其實就有針對行人跟行車的一個交織問題 來做一個因應 那在去年我們其實在年底的時候 就已經針對行人早開實相來做示範的計畫 那去年已經有針對13個處入口 像那個學校周邊還有商圈的周邊的一個 行人量比較大的地方 我們做行人實相來早開 搭配了人本友善135 示範計畫後會陸續新增庇護島 行穿線退縮以及增設標線行人道 等等的交通工程 全面提升行人穿越入口安全 一年初其實我們就有針對人本友善 來進行推動一個人本友善135 那這135不是只有針對行人實相的找開來做改善 另外我們也針對全桃園市的行穿線來進行退縮 甚至在入口比較大的地方 我們會做行人庇護島 那當然還有一些路間空間不足的地方 我們就會做標線行人的一個人行道來做改善 那我們希望是利用空間跟時間的一個改善 來提升行人的一個安全 那桃園主要會因為桃園的行人量 沒有像台北新北的量 一個路口一個週期這麼的大 所以我們桃園還是會先優先針對 行人路口找開始向的一個方式來進行改善 那以兼顧車型的一個順暢 那以及人行的一個安全為主 交通局也提醒 車輛轉彎的時候務必要減速慢行 並且里讓行人先行 針對行人的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都一一盤點 那當然就會優先以依照式的路口來進行改善 那我們未來呢也會盤點出一個計畫出來 那來提供給民眾這邊來做了解 那以我們這邊交通局跟警察局的一個配合 他們也非常積極的在針對行人來做一個 未來讓行人的一個執法 那像他們在去年年底呢 其實就有針對兩個路口 多數在桃園區的火車站周邊的一個大路口 他們有針對行人未來讓的部分來進行科技執法 那他們也會針對現在目前用科技執法 或者是他們執法手段 比較頻繁的一個路口 然後提供給我們交通局 那我們交通局也可以再去同步的配合 開行人實相找開 或者是專用實相的一個評估 行人行進入口也要留意後方轉換車輛 共同營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環境 記者林瑞峰桃園 參不倒